就是把後面的這個把它貼上 你可以向下填滿 當然如果你不想要這種麻煩 更快的方法是怎麼樣 就是說你可以先把這些Ctrl-C 向下 Ctrl-C 有沒有 也是把這一串選起來Ctrl-C之後 然後再把它貼 貼的話特別是如果你要全部貼的話 我教會一個最快的方法就是選這幾個 第二題到第十題的對座下方 先選這個Ctrl-C按住 然後把它Ctrl-V就可以了 這樣就全部貼完了 如果假設你這一招不OK的話 你就是用你可以 反正不要太慢的方法就OK了 我是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怕這樣貼不OK的話 你可以剛剛講的 你就是把這個公式 第一個Ctrl-C有沒有 然後貼過來就可以了 貼完之後向下填滿 貼完向下填滿 這樣也OK 這邊Ctrl-C 然後Ctrl-V貼上 你可以先貼 有沒有 貼完之後再向下填滿 只是好像會多需要向下填滿 總共9次 所以好像用慢了一點 不過這一招理論上 會出錯的機會會比較低 所以這大概幾個方法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最後題目要另外一個要求 就是說呢 他要把那個十分的部分變成打勾 然後呢 零分的部分不要顯示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裡的話 特別注意喔 我們就需要用到一個功能 要插入裡面有一個叫做 跟著一下 常用裡面有一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那這個規則的話 就是 這邊會需要顯示圖示期 圖示期裡面的話會有一個打勾 也就是說 它要把十分的地方變成打勾 零分的地方變成沒有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這邊完成 然後待會 因為現在已經下課了 請各位先試著做完 我們待會來看 怎麼樣新增一個規則 讓它可以十分變成打勾 零分變成不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必須要跟它題目裡面要求的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一個地方都不能出錯 那我剛剛其實露了一個地方 同學蠻細心的 他馬上跑來跟我講說 變給十分對不對 但是他刮斧有沒有 請使用什麼 F1儲存格 那你想 F1儲存格是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切過來看一下 F1儲存格其實就是十分 有沒有發現 那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我們在公式 剛剛的公式裡面 其實不能直接在這邊打十 這個地方我剛剛這個公式打的時候是 直接打十分對不對 其實齁 如果你將來是參加正道考試的話 那這個地方這一題就沒有分數了 為什麼 因為他要你把這個位置有沒有 的十分不能自己打 你必須要指向哪裡 指向F1 所以必須怎麼樣把它delete掉 改成呢指向F1的位置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按確定之後 將來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你必須怎麼樣 E前面要加錢的符號 不然會變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F這個前面 因為將來我們會貼到別藍 那如果你貼到別藍的話 假設你向下是變動後面這個數字 可是如果你是向右有沒有 你是貼到別的藍的話 那F會自動增加 有沒有 會變增加兩藍 F有沒有 會變成H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固定下來的話 那記得F前面也要加錢的符號 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快一點的方式 有一個快速鍵 就是直接按F4就可以了 直接按F4有沒有 它就會直接幫你在兩個藍跟列的前面 加上錢的符號 不過如果你要自己打也可以 反正有一個方法就是按F4 直接按F4 它就會幫你把藍跟列鎖起來 OK按確定 所以最後答案是這樣子 這個是最後 然後向下填滿 那如果這些通告要改的話 記得啦 最快的方法 當然你們可以試試看有沒有別的方法 按路最快的方法就是把這個 向下填滿之後的結果Ctrl C 記得Ctrl C之後貼到其他藍的話 就是先點選這個 第二題的下方 對錯下方這裡 先點一下 然後其他按Ctrl鍵 去點選第三到第十題的對錯下方 記得Ctrl鍵這個時候是按住的 然後再把它Ctrl V貼上 這樣就OK了 不過這個動作 這個可能要多練習幾次 願意試做對不太容易 那這個時候其他公式就加上去 這樣才會正確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要把那個十分變打勾 零分變成沒有 那怎麼做 他這個地方其實不是要你去做什麼 主要是用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不過跟各位講喔 設定格式化條件先要讓他知道說 你要格式化的範圍在哪裡 所以你會發現喔 現在我們貼上之後 第二題到第十題都有選舉狀態 可是第一題沒選到 所以記得喔 把第一題也選進來 那第一題怎麼再選進來 記得喔 游標再點一下 Ctrl鍵按住 再點一下那個 第一題的對錯下方這裡 按Ctrl鍵喔 然後呢 把它往下選 Ctrl Shift向下 這樣子就每題的對錯下方都被選起來 所以第一個喔 記得喔 你要設定格式化條件 先要把每一題先選起來 如果沒選的話 那就不OK喔 但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剛剛漏掉怎麼辦 那你重選就對了 如果重選麻煩 因為重選的話 變成說你知道 要點一下 然後Ctrl Shift向下 然後還要拉回去 再按Ctrl鍵 再點一下 然後再Ctrl Shift向下 所以這樣的話喔 變成你要做很多次啦 那那就每一題 反正第一個步驟 一定要先選就對了喔 哇 那沒辦法喔 變成你 那我先做這兩個好了 那其實理論上 全部都要做了喔 再Ctrl鍵 這樣子啦 可是這個真的 需要一點時間喔 Ctrl鍵按住嘛 那Ctrl Shift向下 反正反覆喔 這幾個動作 Ctrl鍵按住 點一下 Ctrl Shift向下 哇 早知道不要 OK 那一樣喔 就是這個動作喔 而且喔 動作不能做錯 不然做錯又重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要什麼 很細心啦 而且喔 要很熟練 應該看得出來 我應該做了非常多次了 因為我是也去考過這個式啦 我其實還蠻清楚的 哇 考得滿頭大汗 想說哇 時間過得飛快 一下子奇怪怎麼沒有時間的 差點做不完 還好通過喔 OK 然後再來的話 第一步喔 先把它選起來 第二步的話 新增規則 特別注意喔 怎麼樣讓那個喔 十分辨打勾 綠色的 那 零分辨沒有 第一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第二步的話呢 記得喔 在新增規則裡面喔 找到一個叫圖式級的 圖式級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叫打勾的 跟打X的 還有打驚嘆號的 那實際上我們只會用到打勾的 就打勾這個 並且喔 記得喔 這個地方喔 把那個指顯示圖式打勾 因為如果你沒有打勾的話 它0分跟10分還會維持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打勾 然後把這個地方 類型改成數值 這個地方改成數值 類型改數值之後的話 當它是10分的時候 打勾 當它是0分的時候便沒有 沒有的話就是 無儲存格圖式 那這個也把它改無儲存格圖式 OK 所以基本上我大概做了幾個設定 包含就是說 把圖式級改成打勾的地方 然後呢 把它改成數值 數值 當它大於等於10的時候 那就是打勾 當它是等於0的時候呢 無圖式級就完全空白的 記得這個地方一定要打勾 如果你沒打勾的話 0分跟10分都還會存在 OK 按確定就可以了喔 所以這個有點小複雜 OK 你們等一下試試看 按確定 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是這樣 有沒有 對的地方就是打勾 不對的地方呢 那就是0分就會消失 所以剛剛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剛剛漏掉一個地方 我把它管理規則 如果要跳回來的話 其實可以再回到剛剛這個地方 按編輯就可以了 比如說如果剛剛喔 假設這個沒打勾對不對 你會發現喔 套用一下 它變這樣 0分跟10分都會出現 那如果說呢 我要把這個地方喔 改成就是像剛剛這樣 記得喔 這邊一定要打勾 所以改完之後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個地方好不好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然後呢 就是算什麼了 算它的答對 居欄的地方喔 要算什麼 答對的提數 那並且呢 在這邊加上 儲存格裡面有沒有發現 底下的話可以顯示圖示 因為現在 滿流行就是 那個資料的視覺化啦 所謂的資料視覺化就是說 以後不要給人家看數字 直接給人家看圖就好 因為看圖蠻直覺的 所以你會發現喔 底下這個你一看就知道說 哪個多哪個少 那表示說分數高低喔 直接看圖會比較直覺 就像說這邊打勾也是一樣 你看打勾就知道是對的 沒有打勾就表示錯的 那這樣感覺喔 這個資料就很視覺化 所以以後啊 如果你假設要呈現東西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呈現 人家會覺得 哇這個感覺好棒喔 這個做得很清楚耶 OK喔 那怎麼做喔 我把這個感受一下 恢復一下 好 原來長這樣 那剛剛那個就是我們要做的 首先的話呢 我要算什麼 算這邊到底答對幾題 欸 那我要怎麼知道答對幾題 你想說喔 老師我知道用算的嗎 一個 一題兩題 那你這邊是答 出入二嗎 然後這邊幾題 一題兩題 出入二 OK OK 這幾題 一二三四 欸 喔 這邊一題啊 OK 那可是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這樣做啊 總共兩百幾個七個 你就要下課也做不完 所以這個時候呢 特別特別注意喔 只要是 要算幾個的話 那你一定要記得有個函數 叫做康一符 康則是算幾個 一符是做判斷 康一符喔 那我沒有怎麼去做康一符的判斷喔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這個重來一下 這當然 最笨的方法就是用人工 所以喔 那工作裡面很多東西 都可以用電腦幫你算出來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不會 可能有的人 甚至康一符函數 從來沒用過 哇 那很可怕耶 每次都用眼睛看 難怪眼睛會看到眼睛出問題 現在很多人 眼科生意都特別好 為什麼 白內障啊 青光眼啊 什麼 視網紅玻璃 為什麼 因為用眼過度 所以特別注意喔 千萬不要 用你的眼睛 去比對資料啦 OK 如果你要比對資料的話 記得喔 用類似這樣 county符這個方法 那county符怎麼算 首先的話呢 插入函數 所以游標放在G4 插入函數的地方 請你找到有一個函數 在哪一個類別呢 特別注意喔 我習慣是找統計類 統計裡面 反正就算喔 算幾個 如果什麼條件發生 那就county符喔 那你就找到統計類裡面的 C開頭的 所以呢 往下找 C開頭的 這邊就有個county符 那這個county符喔 非常的好用 那首先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跟我要 兩個資料 什麼資料 第一個的話 顧名是range range是範圍 第二個條 第二個是什麼呢 條件 那其實我們要算什麼 答對的這個題數有幾題 所以呢 應該是說 在某個範圍之內 範圍記得是連續的喔 條件是多少 十分的 所以第一個 請你把range的話 請你把 他的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 從 其實理論上應該選 選的應該是選這個 跟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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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但是其實 為了方便 乾脆我們全部選算 從H4 一直選 選到AA這個位置 怎麼連續選 你可以先選第一個 再按一下SHIP鍵 再點選AA 這樣子 就一個範圍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就是先選第一個 再按SHIP鍵 點AA 把這個範圍全部選 當然理論上 前面的這個不用選 不過因為不影響 主要的話 我要判斷什麼 判斷說 他是不是十分的 所以喔 這個範圍裡面 有沒有十分的 幫我找出來 那你會發現喔 是十分的 他就出現了 所以他幫你數 喔 這個一個 這個一個 所以呢 數完之後 他跟你講說 兩個 所以你會發現他很聰明 而且不會算錯 這是重點 OK 人會不會算錯 人會算錯啊 你眼睛疲勞的時候 你一定會看錯 OK 而且喔 這個非常快速 你做完之後 向下填滿 答案就OK了 但是如果你假設 用人工的方式 那真的是很 很慢 而且很容易做錯 OK 所以你一定要用這個 按確定之後就OK了 但是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問題 一樣的 這個十分 跟剛剛那個衣服的問題是一樣 他題目裡面好像有講說 這個請你用什麼 用F1裡面的數字代替 所以呢 跟剛剛一樣喔 請你把條件 選F1 然後在F1上面點一下 按F4 F4的話就是前面 加上錢的話 當然你自己打錢的話也可以啦 只是你要打兩個錢 F4按一下就好了 我覺得F4比較快 OK 好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幫你算完了 喔 他有兩題答對 那底下有 其他人怎麼辦 很簡單 快速點兩下 全部算完了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一定要善用Count if 如果你不會Count if 我啊 真的是 算到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算完 第一個 真的效率慢 第二個 真的很 很累啊 但我發現喔 現在職場上還是很多人 不會用這個函數 真的 不知道他們怎麼可以存活的 難怪每天一再加班 然後呢 感覺好像有疲勞到 也沒有在偷懶摸魚 但我覺得就是不會 所以喔 會跟不會真的差距還蠻大的 那第二個的話 老闆會說 那你這個到底答對答錯幾題啊 你可不可以用那個圖的方式 讓我看一清二楚 明白一點吧 所以這個時候 第二個 所以題目 第二題喔 他是希望做什麼 所以剛剛做完 這個 就是這一題 給3-1的部分 3-1 康乙甫 那再來的話 設定格式化條件 套用什麼 漸層填滿的藍色資料橫條 也就是說 希望把數字變成圖像化 怎麼變圖像化 很簡單 設定格式化條件 資料橫條 漸層填滿有沒有 找到第一個就是了 藍色資料橫條 按下去 這樣子就OK了 你可以看到一清二楚有沒有 這個地方 哪個多哪個少 成績好的 馬上就顯示出來 這個學生 他做七題 這個學生七題 那我當然可以 再去分析哪些學生的成績高低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兩個動作 第三題 先count if H4到AA4 然後呢 再設定格式化條件 用這個所謂的漸層填滿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第三題部分